就这样只能 嗨 大家好 这里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怪谈百物语 我是周三主播大一 话说上周没有更新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发现我要更新节目的时候已经是周四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但是我猜小编应该是没有发现 因为小编一直都没有找我 好了 废话不多说 今天的故事是怨鬼缠身 燕子 前两天刚跟男朋友赵峰刚刚分手 心情糟得一塌糊涂 已经两天没去上课了 这两天 其他摄友去上课 燕子就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连摄友给自己打包回来的饭菜 他也一口都不吃 燕子真是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不去上课也好 这样也不用遇到赵峰那个讨厌鬼 燕子现在真是恨透了赵峰 哪有人出轨出得那么光明正大的 晚上 所有住宿生都需要去上晚自习 燕子已经三天滴水未尽了 他一个人躺在床上游气无力 周围黑漆漆的一片 只有阳台的灯还是亮着的 燕子现在是连想起身的力气都没了 这个时候 宿舍的门突然开了 燕子喜出望外 自己终于可以不用被饿死在宿舍里 从宿舍门外走进来一个身影 燕子一眼就看出来 来人是同宿舍的网友力 并向他求救 你这又是何苦呢 窝了一棵树放弃了整棵森林 网友力一边劝说着 一边给燕子冲了份计时面 别提了 以后我都不谈恋爱了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燕子吃了一口面 味道怎么感觉 怪怪的 跟平常康师傅的味道不一样 哎呀这康师傅你买假了吧 就算是假 现在属于饿死鬼的燕子 也确实没法再挑剔 一口气把面给吃完了 来喝杯水 燕子接过网友力递给自己的水 准备一仰而尽 结果被一个从门口冲进来的身影 伸手给打翻了 随着玻璃杯的破碎 里面的水接触到地面 瞬间冒出灰黑色的气泡 发出令人作呕的味道 哈 燕子恐慌不已的看着地上的液体 不解的看向王力友 此时 王力友哪里还是那个正常的状态 他披头散发 脸瞬间血肉模糊 两颗眼珠子 瞪得大踏的张牙舞爪的朝燕子扑过来 说是迟那是快 刚才突然出现在宿舍里那个影子 快速地拉着燕子的手 马不停蹄地往楼下跑去 现在是晚自习时间 操场上根本不会有人 那个身影拉着燕子跑进了学校的小树林里 确认了王有力的身影没有跟上来 他才大大的呼出了一口气 放开了紧握燕子的手 你是 何子健 燕子吃惊地盯着前面的男子 对于何子健的印象 燕子还是停留在读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燕子刚上初一 何子健还是个地理道道的书呆子 鼻子上总是夹着一副黑光眼镜 穿的衣服也是土不拉几 燕子在初中的时候 人缘就非常好了 性格开朗了他 身边总是为了许多朋友 何子健喜欢燕子 他鼓起勇气跟燕子表白 不过被拒绝了 燕子当时也是挺狠的 说何子健长得太土 自己看不上 燕子根本不知道 何子健为了他拼命地让自己变帅 花费了多少功夫 这些燕子全部没有看到 在何子健跟燕子表白后的一个月 燕子就跟家人搬家了 而何子健失去联系燕子的方式 直到上大学后 何子健发现有一个辈子长得跟燕子实在很像 后来经过观察 确认那个女子就是燕子 但是燕子身边已经有了男朋友赵峰 何子健只好默默按地里守护燕子 直到得知燕子跟赵峰已经分手 何子健才露出面来 王有力怎么回事 他怎么会变得那个样子 回想起王有力刚才那个画面 燕子心有余悸 现在仔细回想起来 王有力似乎两天前就没来过学校 虽然不知他有什么目的 但是你不能再回去了 再回去很危险的 何子健关怀地对燕子说道 燕子想想也是 现在宿舍有王有力的鬼魂 他回去一定不会安全的 燕子 不要听他胡说 快点离他远点 王有力 身体轻盈地朝着燕子位置飘过来 他后面似乎还跟着另一个人影子 燕子仔细一看 居然是跟自己分手的赵峰 原来赵峰出轨的是王有力这只鬼 想到这里 燕子真是呕出一口老血 他顿时变得不害怕了 心里反而有些愤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眼前的三个人 燕子都快要疯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何子健是喜欢你没错 可是他已经死了 王有力的一句话 如同一记惊雷 把他劈中 燕子瞬间觉得脑袋嗡嗡的 王有力慢慢导出其中缘由 在读初中的时候 何子健喜欢燕子 跟何子健是邻居兼同班同学的 王有力 也深爱何子健 连上大学 王有力都是跟何子健 在同一所学校 说句实话 王有力确实是很恨燕子 如果不是燕子 或许何子健会喜欢自己一点点 但幻想毕竟是幻想 不能成真 何子健在发现 赵峰以前患过哮喘 那几天 何子健经常去医院 等自己的医生舅舅下班 他看到赵峰去医院拿报告 何子健便动了歪念头 把一份挨喉晚期报告书 跟赵峰的报告收更换了 果然如何子健所料 几天后 大学里就传出 细花燕子跟赵峰分手的消息 何子健一看 自己有了机会 并打算去找燕子表白 但这一切都被王有力看在眼里 他跑去何子健家里 以此威胁何子健 希望何子健跟自己在一起 否则 他就把这件事情给捅出去 让别人知道 何子健是多么一个肮脏的人 两人争执不下 已失足 王有力便被何子健推倒 摔下楼去 而何子健撞到桌角 桌边上放着刀子 不偏不倚 插入何子健的心脏部位 两人双双毙命 燕子终于知道 为什么何子健可以出上女生宿舍 他本来就是一抹鬼魂 何子健见事情败露 疯狂朝着燕子扑过去 平静的脸上瞬间变得猙獰起来 就算是死 我也要得到你 王有力挡着前头 跟何子健扭打在一起 然后冷不防 从一个袋子里 拿出一把桃木剑 直直地刺入何子健的心脏部位 连同王有力一起 两个人身影迅速分解 最后消失不见了 太好了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不用分手了 燕子开心地搂住了赵峰 却被赵峰推开 赵峰苦笑着摇摇头说 太迟了 为什么 燕子颤抖着看着赵峰手腕处 被刀隔开一个五厘米的伤口 赵峰已经没有血流出来了 也就是说 不 我不要你死 你不可以死 燕子哭得撕心灭肺 对不起 都是我一时太冲动 以后 你好好照顾自己 赵峰走上前去 紧紧搂着燕子 他的心很痛很痛 如果不是他一时冲动 要自杀 也许他现在还能够跟燕子复合 但一切都来得太迟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故事 欢迎投稿给我哟 就这样 我们回头再见 拜拜